像周星馳所說 人人都是寫故事的能手 有故事的人就有了 音樂本身是最方便提供一種情緒、情感給你 文字是可以交代情字的東西 其實兩樣東西是可以定存的 於是就有了現在我們這支APP的出現 小時候可以看打開或打開報紙 都有些故事是可以天天追的 香港很少東西追的 發覺現在自己製造的劇集人很吸引 香港人沒有什麼可以長時間沉迷下去追的一些故事 而我不覺得故事是驅逆於什麼的表達人性 寫東西的人通常都說自己寫東西是不能發表的 沒有人欣賞的 然後又有一群投資做電視的人就說 我其實有很多命令是等著拍廣劇 拍劇 但沒有故事 這麼奇怪 如果支援分配實行 是否要做一個議場去令 供求有效率地擺在一起 各取所需呢 就開始建立這件事了 現在說多媒體不如說運媒體 它可以是文字 它可以是一首歌 它可以是一幅童話 可以是一個一段片 我發現我二十年前寫的一些恐怖的鬼鼓 逐一按下去 它突然間背入部機震一震 嚇我不用的 但都會知道真的會有些驚慮的效果 我特意找歌手再重新清唱歌 去希望增加驚嚇效果 唱得恐怖一點 故事是好像水一樣的 其實你任何娛樂都需要故事 譬如電影是要故事 一個廣告是要故事 小說是要故事 任何娛樂我們 閒話加上我們都說是故事 我們不是純粹在經營文字創作 其實我們是在經營故事創作 任何人對於故事有興趣 都會是我們合作的夥伴 令到一些新的business model 可以產生到作品 會很容易忘記了初衷人 原來是想寫武俠少許 不是很多人like的 寫一些愛情短文 抽幾句水 因為它真的很被愛嗎 我們盡量不干涉大家的創作自由 你先忘記了市場 最長的一年載 我們有三十集的長編愛情故事 短的是可能用你五分鐘 就看完的一個故事都有 每按一下是一個故事情節 我是要每個故事情節都是一個復刻 令你的追看性大很多 我跟韋家輝講過一件事 每一個故事 每一條是接生的 即是它接了故事出來的時候 命是自己發展的 即使你是一個作者 都未必完全可以控制到 它有權是先變成一個手機遊戲 再被人改編做漫畫 再變回做電影 為何你不可以拿到它出來 公諸於世 然後世界告訴你故事的命是怎樣 其實每一下按下去 我們都覺得那個是to be continued 故事有本身的傳奇